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大家 你发现了吗 什么呀 今天呢 我化妆了 我也化妆了 那还这么惨 今天我吹头了 今天我也吹头了 今天我化口红了 我也化口红了 今天我上手术台了 你单眼皮挺好的 你要拉哪呢 我拉你耳朵 什么烂七八糟呢 我这是告诉你 今天我要拿出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 来迎接咱们天津卫视校李湘迎栏目 专门给我做的这期专辑 那个麻烦这个摄像的老师把镜头对准我 这个道具你往那边来点 我就开始 我录我的专 谁道具呀 你就得上一边去 凭什么呀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我形象怎么了 比刚粗没刚高 除了屁股全是腰啊 你看看你这五官 不是你这个型号吧 你这个型号 不是 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演员嘛 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 是不是 哪能像你 你这是颈子脸 什么叫颈子脸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你才二 你先别说这个 干嘛 我先问问你 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你知道咱们今天天津卫视校李湘迎的主题吗 太知道了 工匠精神 对 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 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你们家有工匠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 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 大伙也别出去传去 真人不露像 但是呢做完节目 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那是应该的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 因为我时间宝贵 咱们就来两万个记者吧 谁采访你 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 我看你是不要脸 最讨厌就是这种人 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按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 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 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那我得问问 好 这头一代是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谁 邻居赵大爷 你们家世代工匠 跟人赵大有什么关系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 拿过了一个25斤的大铁驼子 交给了我爷爷 你爷爷 你爷爷是 铁匠 铁匠 过去的铁匠 这属于工匠 那凭的是手艺工艺 我爷爷看了看铁驼子 沉思了一会儿 把他拿进了工作室 三个小时 拼了啪了 拼了啪了 再拿出来 25斤的铁驼子 没了 拖出一8斤的大铁碗 那真了不起啊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 拿回工作室 拼了啪了 三个小时 8斤大铁碗 没了 拖出一个3斤的铁盘子来 有能耐啊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 拿回工作室 拼了啪了啪了 三个小时再看 三斤铁盘子 没了 拖出一四两茶杯 真厉害啊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 这回是一宿 一宿没睡 转天拿出成品 你再看 什么东西 钢丝球 钢丝球啊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 这是糟件东西啊 25斤的铁盘子 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你这人不懂 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啥 物小事不小 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这话倒对 细节决定成败吗 对喽 这是你爷爷 第一代 那第二代是 邻居赵大爷 怎么还有他呀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 但是他喜欢艺术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吗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令尊是 画家 哦 画家 对对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什么内容呢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 胖胖乎乎特别可爱 那天他坐在翘翘板上 俩手扶着那把手啊 拍了一张照片 这这 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 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老爷子疼孩子吗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我怎么呢 往画板跟前一坐 一坐就是一天呢 哎呦 太认真了 哦是 早起来九点往这一坐 晚上十点你再看 大做完成 一笔没动 没画呀